各位同学,你的趋势如何牵涉到季节性? 这里头呢,刚刚谈了两大类型的趋势 第一个大类型的趋势是一种水瓶 Horizontal的一种趋势 同学看837的那个图啊 这是一个stationary,time series 它是不是stationary,它是不是水瓶子 基本上不做什么变动 或者是叫Horizontal,对不对? 记得吗? 那如果839月17至18的那个图的话呢 它不是stationary 它不是Horizontal 它是什么? 它是有一个慢慢攀升的一个局势 攀升的过程当中,它就有季节性 所以一方面在攀升,一方面仍然有季节性 有高的,有低的,高点低一点的 这一种季节性的,这一种现象展现出来 那么所谓 非常好,我们将会在这一方面在这一方面 现在我们用这一面的,最后一边的进展 我们用这一面的标准 再上一面的选择 我们用这一面的选择 我们用这标准的选择 我们用这1标准的选择 我们用这2标准的选择 形成8307页的这个图 在这个图里头呢 什么样的处理这样的现象呢 还能提一个概念 同学以前我们学过Dummy Variable 我们处理方式是这样的 你把Q1 另一个是T 那就是春季 如果你是春季的话 是1 那如果非春节的话 那就是0 Q2是什么 夏季 非夏 就是0 Q3 秋季 非秋季 四个季节 用三个Dummy Variable Dummy Variable叫什么概念 一种Categories 在这个 那如果这样一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料 然后看出来 然后就去看这个 第一年 第一年的第一季 是春季 春季是1 一万是万 Q2呢 因为是春季 春季的话呢 飞夏 秋季 飞秋 也是一个里面谈 第一季 第一季是春季 第二季 第二季的话呢 飞春 第二季是夏季 四夏季 飞春飞秋 第三季 是秋季 所以飞春 飞夏秋季 第四季 第四季 既飞春 也飞夏 也飞秋 然后 你的Revidence 是多少啊 表示这是Revidence 就是你的实际的 銷售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 第二季 消费到多少 一五三 第三季 一零六 第四季 八十八 八十 这是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呢 一样的 第二年度 四个数据多少 一一八 一六 一六一 一六一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二 一二 一三年 你依此类推 一样可以做到 第四年 第五年 你把所有的资料 移过二十笔资料 二十笔资料 加上它的Revidence Revidence 是它的Y 是它的因变数 也就是它的E变数 也就是它的E变数 Dependent variable 整个资料去交给的 回归 你会得到一个 回归顾色线 回归顾色线呢 帮你跑 跑过来的结果是什么 在837页中间所写的 你的Sales 就是你的Y 等于95 加上29 乘上Q1 加上57 乘上Q2 加26 乘上Q3 在这个地方 可以重新注意一下 837 的Q4 另外一个东西 写错了 这个第四行 这个第四行 Q4 的Sales 加 Sales 95.0 加29.0 乘上0 加到57.0 乘上Q1 第四季 第四季的Q2 应该是哪个吧 是0 它怎么写 Q1 怎么写 1呢 那边改一下 它不是1 第四季的 这三个Q多是要0才对 它只要95 看到地方 它写错了 定错了 那么 你跑出这样一个 回归辜色线出来 如果你看838页 翻过来17至18的这个 这个表啊 里头的数据 这是我们刚刚整理出来的东西 你把这东西交点回归 你可以跑出回归辜色线出来 如果 如果 Q1等于1的时候 Q1等于1 Q1等于1是代表春季 所以春季的Y hat是多少 春季是 Q1等于1 那其他两个 Q度Q度都等于 所以 带到货席里 Y hat应该是9度 加上多少 那 其他数等于1 所以结果是多少 120 Q1等于0 Q2等于1 Q3等于0 这种季节叫夏季 夏季的Y hat 是9度 但是我还会95 你知道吗 7 没有什么 7 2 Q3等于1的时候 秋季 秋季的时候 我还会95 5 5 2 5 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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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五年来的夏季 凡是夏季都相加 出于五得到结果 一五二就是这个最 秋季相加 出于五得到结果 一二一冬季呢 得到结果 九十五是所有中期相加 出于五是九十五 这四个数据啊 是我们做过回归 伏色线上面所得到的 居然就是过去五年来 所得的数据的平均 所以你所得到的 回归的伏色线出来的话 你把Q1Q3的值 分别带进去 你可以得到一个 可以得到的YPAC 这个伏色线出来 就是伏色线 就是代表过去五年的 每一季的平均量 就可以当过未来的一个伏色线 最后这句话 就是它比较成分 你只要把过去五年 所得到的平均 每一季的平均量 就是等于 你用回归伏色线 所预测出来的 未来的春夏秋冬 的季节 所以在这个地方 没有趋势的情况下 你所做的 回归伏色线 的一个方程式 是用这种方式 因为它没有 它没有一个趋势的概念 所以这个地方 只要拿三个 这个 达米达尔 可以来当作它的 固色的一个模型 现在如果你的模型啊 不是是一个水平的时间序列 而是一个有上升的 有趋势的一种时间序列的 和你所做的一种模型 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孟杰 不一样的 然后一个月份 839月 加这个量 所以从下一个时间 带走时间的一个字边数下来 这个模型 你刚刚这个模型啊 多一个字边数 多个时间点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现在你的趋势 你的趋势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问题 你随着你的时间的增加 你的量啊 春夏秋冬的量啊 它会随着你的时间增加 很一样 低点也是一样 不管是哪一季 随着你的时间 你的年度 无论的往后延伸的话 你的量啊 会跟着会开始上去 所以我们才啊 在这个地方加一个 代表时间的一个体系 就这样你的 你的模型啊 你同样的把这些数据 交给 呃 你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啊 啊 现在这个数据啊 换成为另外一种数据 17是19 这个黑和头 现在不是讲Umbrella 不是雨伞的销售量 现在是讲建设机销售量 过去 四个年度 迪迹的销售量 我们可以看一下 839月那个图啊 就是它四个季节 的销售的情形 那现在是多了一个T啦 现在真正的数据应该是 17至20 840页这边的这个数据 哈 你看它 每一年一样四季 Q1 Q2 Q3 就是跟刚刚一样的 哈 这代表天下秋 哈 哈 那么 Period Period 是代表T啦 T的话代表你是第几季 如果这边的第几季呢 这边的第几季呢 是用 T是用美季的感觉 第1年的1234 第2年的 是不幼税 不是叫123 不是叫做 北京等的变成 567吧 第13年是多少 9 10 11的 第14年是多少 13 14 15 所以它这个T啊 就代表你看 从头到尾 第几季 每季来算 所以 把所有这些数据 17至20 这个表的数据 全部 西数交点 你得看 跑出来的结果 840页底下 这个报表 这个报表说 你的Sales 6.07 减掉 1.36 Q1 减2.03 Q2 减0.30 Q3 加0.146 的Period 就是它的区间 它的P 这样一来的话呢 同学你看看 我可以把 Q0 Q1 Q2 顺便带1 进去 我可以对每一个季节呢 就得到一条回復射线 同学看它的 它的数据是 Y T 这个是对 任何一季来讲 都可以这样用 那现在开始 我们如果是 所以春季的时候 春季的时候 你的YS YS 7万剩1 其他都等于0 所以是 6.07 减掉1.36 乘以1 然后加上 0.146P 所以结果是多少 4.7 加0.16P 下面是多少 6.07 减掉2.03 加上 0.146P 结果是多少 修 6.07 剩掉 0.304 加上0.146P 结果是多少 中季 中季 我来看 6.07 直接加上 0.146P 所以每一季啊 哪一季都有它的 这个 回复射线 最显然的它 你看 拮据哪个最大 6.07 最大 6.07 回复射线 是不是中季 这是 这是 YPAC 6.07 加 0.146P 再来 有一个 5.77的 至于它们 协力是一样的 这是 丘季 YPAC 5.77 加 0.146P 加一个 4.71 YPAC 4.71 加上 0.146P 加一个 4.14P 4条 回复射线 协力一模一样 平行 所以它的 捷径不一样 你可以得到 所以最下距离 发觉 是 它的 4条 回复射线 好 同学我们注意一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 模拟的方式呢 都是用 季节 用 一年有四季 然后 设三个 dumny variable 用模拟它 季节的 这样的一个 模拟方法呢 也可以用在 好比说你是 一年有多少个月 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 那你要设 几个dumny variable 你可以设 十一个dumny variable 你懂吗 那 你这里 十一个Q 或者十一个month M 对不对 那一月就说 一月就说 M1等于 0 其他数字 第二月 M2等于 1 其他数字 什么意思 你要可以去模拟 你的数据 如果是 你月回单位 或者是 一周 我们说 一年五十二周 那你可以做同样的变化 一天 一天可以分 四个时段 六个时段 每个时段 如果是四个小时 或六个小时 的话 你一样可以做 类似这种模式 所以 这边的概念 不是只有用在季节上 它可以用在同样的 这种情况下的表达 像刚刚 这一节所谈的 设Q1 Q2 Q3 DOMIN VARIABLE 这个地方 当然不是用 M2的方法 也有什么方法 这种方法 用回归的方法 对不对 你只要设好了 你的 DOMIN VARIABLE 以后呢 你加给回归方案 回归了就可以 把你跑出 然后回归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节 十七至六 DECOMOSITION呢 可以解 vir upon 就是说分解 边的 你 把时间区域 做一种分解 你的时间系列一开始 如果 你的 也就知道 哪 YT呢 可以刊。 但是 Trends 等於 Season 等於 等於Iregularity 這個是不規則的 Iregural 不規則 不規則的部分是等於Random 你同樣開同一條道路 你每天開同一條道路 每天輪胎如果壓過人 其實不會完全一樣 對不對 一定會有些地方 會有一些 閃啊 鼻啊 或是 或是彎堆 威德的狀態 所以難免 但是大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手空也好 到無所沒有可能 可是呢 你會有一個些微的變動 所以你看我們的時間序列 你的表現方式也是這樣 你看 這邊總體來講的話呢 你也是一個大者 Trends 可是呢 由於呢 它有一個 季節性 一個高點 季節性的高點 季節性的高點 所以 Trends 當作一個主軸 環繞在這個主軸上面呢 它有一個季節性的高點 怎麼樣讓你的季節性的一種 一種 一種 指標也好 一種證據也好 層上的 你的主軸 產生一種呢 高點的效率 反映出你季節的一種現象出來 然後呢 這個只是季節性的現象的一種反應 還有一個反應是什麼 規則的 你看像這種地方 為什麼會是小地方上 會是一個 上下的一種 就是看你股票 股票的一種 股票都會有一個 局部性的上 會有很多的 震動擺盪 每天它不會是很激發的 每天很多地方都會有很多的 上下 凹凹凹凹凹的一種 震動的行動 這種情形完全是 完全是沒有規則的 我們口氣的方法 叫Random 一種隨機的 一種現象 你把這三種 層次 把它做相承 你也可以把這三種層次 不走相承的路線 你把它走什麼 相承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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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稱它叫Multi Multiply Multiplicative 那如果 它可以相加的話 這個叫Alocate Alocate 就是可以相加 可以相加 跟可以相乎 也就不懂 你跟同學下 相加的理系 夫妻两个人的收入 夫妻夫的收入 加上妻的收入 两个相加一种收入 夫妻两个的收入 相成绩 加一种收入 各位同学 这当中表达方法 代表这两个夫妻赚钱的方式 有的不同 你们要理解 为什么这参加这个人是相成 为什么这个叫相加 相加跟相成 意义上头有不同 脑袋不同 和水变相成 相成是什么意思 相成是夫妻赚六块 哪一块钱妻子都把它放大两倍 懂的意思吗 或者是妻子哪赚一块钱 仙车都把它放大六倍 那如果是相加的话 那是先生赚六块 太太赚两块 家庭总收入 八块钱 我们再看一种现象 夫妻七两个的总收入 只要有其中一个人 是没有收入的话 即使另外一个人 有非天重击不等你的话 那还是礼 所以相成就是这样的经验 其中有一个东西是礼的话 另外全部都是礼 归礼 相成就是这种感觉 那如果是相加的话 哪一个 哪一个 如果身体不适合 他或是说他到那边去了 那 你还能说 就少一份 还是一块一块 还是一块 对不对 解释一下 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这样 所以 multiplicative 的概念 跟 attective的概念 就是 纯粹就是反映出的 一个是可以相加 何时可以相加 对吧 相成就何时可以相加 如果是相加的话 代表了 先生算先生的 太太算太太 然后每一个月 薪水拿回来的时候 男生总统的相加 会开始动 这个月的总统 对不对 所以两个是怎么样 两个是不相干的 两个各自 各自打电 何的结果 相加的 相成是什么 相成看起来不是毫无相干的 你能够做什么事 要不要取决另外一个人 机关的多少子弹 你能够做什么事 对不对 这个人有知心 良意 拿出来的话 透过这个先生 善于 善于策略 善于做 策策略 善策略 善于做某种的策划 我想要策划 善策 所以你太太 提供子弹给你 经过你的脑袋 善于策划以后 你把它放大了几倍 它每一块 你把它放到六倍了 它两亿点一点 你把它变成十二亿 你懂得意思吗 散策 来这名字取了吗 对 对不对 两个的钱 就变成相成了 那你看 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你们两个人招工 是不是两个都要各尽所利 不能有任何一个人啊 做招揽 它还在提供钱 它只要提供你的钱 是zero的话 即使你脑袋又是筋骨脑的话 也是变得不坏 对不对 那你脑袋很好 它还如果没有提供你任何的策划的话 你还变不出什么东西 这两个 结果一定是相成绩的 所以相成绩是这个概念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六章 十六章里头的第二个例子里头 谈到什么 谈到广告的量 要配合什么东西 要配合定价 对不对 价位如果很高 高达到每一支牙膏 三块美金的时候 不管你广告再花多少钱 那个销售量始终起不来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定价 一条牙膏比较一块钱美金的话 那你稍稍呢 在广告额度上 稍稍加一点 它立刻量可以吹出来 对不对 那种现象叫什么 现象还记得 叫什么 联动 英文叫什么 interact 所以如果有一些联动现象成绩的话 我们就在自变数上 我们要加买一个 加什么样的变化 加什么样的变化 加什么样的自变数 记得吧 有联动有interact的时候 我们在自变数加买一下 加什么下 两个东西的相成 对不对 记得吧 那个时候 同学可能对这个体谈还是很深 现在如果把它结合 夫妻两个人所作为 这两个人的力量的 各自力量的相成绩 而不只是相加的时候 你就给了解了 何时做相加 各自独立的 不相干了 何时做相成绩 对方的力量 承让你自己 相成起来的话 你的总力量 所以如果你两个夫妻都同心 同力的话 再加上善于策划 就可以了 夫妻同心 立和换金 就是相成以后的效果 所以两个人如果合作的结果 是一种相成绩的效应的话 跟两个人合作的效果 只是相加的一种效应的话 这是两个不同境界 不同概念 所以看到这样的解释 所以我们的理解是 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是领的话 全部都领 懂得意思吗 不知道这个团队是什么样的团队啊 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来的话 全部都爆炸 那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机器 只要任何一个不使力的话 全部都完蛋 马河是不是这样的 马河就是这样的 只要 你二十个人 我二十个人 大家要拉分 只要其中有一个人 他不出力的话 你全部都完蛋了 所以把我力量不只是相加 也太一种 互相欺账 产生相持绩的相应出来 一个团队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 比较好 相持绩的力量 力量可以放大 你的力量多少 承造我力量 所以每一分钟 你的力量我可以帮你扩大 每一分钟我的力量 你可以帮我放大 所以夫妻两个人 或者任何一个团队 如果能够用相持绩的方式 达成合作 那就是一个 截然不同的境界 所以相持绩 跟相架的概念 这两种境界 不一样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时间区域 到底应该是用相持绩的相架 这是不一定 要看奇怪 如果这样的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说 如果你的纪别性教育 事实上是相同的话 代表你的总量 会随着你的趋势 不断放掉的结果 会让你的总量 会随着趋势 增加或者減少 这边的落质相较的话 趋势就是趋势 然后加上你应该得的东西 它不会因为你趋势走到 21世纪 或是走到20世纪 19世纪 哪一个时代 你的时代归离 时代走 不会影响到那些 没有相权 可是这边如果是相成的话 代表你的时代不一样的话 你的季节上的一个变动 会跟着时代而来走 所以它所有的component 彼此间是有相关性的 有相关性的时候 你会相成的 你的力量有多少 你走到哪一个时代 然后层上呢 在那个时代 会产生的季节性的现象 所以这些东西 是高度相当的 非常相权